你敢相信在德国有一款蛋糕 如果制作失败 你必须点灵牢狱之斋 它就是德国国宝级糕点 黑色鳞蛋糕 你轻点啊 我可是国宝 小心我告诉你 一个巧克力蛋糕还不简单 你交给我托尼老师 完成 没有巧克力醉 进监狱 不 还是交给凯文老师吧 完成 没有银行 进监狱 不 看来只能看我艾伦老师了 完美完成 你还是进监狱吧 为什么 我可是一比一百元 蛋糕 奶油 樱桃 巧克力酸 哪样我没放 你问你的黑色鳞蛋糕 没有加入灵魂食材 樱桃酒 没错 黑色鳞蛋糕的重点 不是巧克力 而是德国南部 一个黑色鳞地区的 特产 英特酒 之所以叫黑色鳞蛋糕 也是以酒的产地命名而得来 在德国 只要是为加桃 这款蛋糕就不能叫黑色鳞蛋糕 这个黑色鳞蛋糕 就给我干的这片樱桃酒 所以哦 在国内 我们吃着的黑色鳞蛋糕 其实都是冒犯货 什么 那我们应该叫什么 你可以叫黑巧克力蛋糕 或者叫巧克力蛋糕 我是马上吃 我可真有差异